做完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我們要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滿 這OK了 那再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按鈕 因為如果每天要做一樣的事情 最好就是不要重複做 那不要重複做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錄字聚集一樣嘛 所以錄字的方法 不過因為這個錄字聚集 我覺得 大體上差不多 所以當然如果你要錄 那個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把公式輸入上去 然後讓它產生結果 另外一個就清除 兩個方法 我們前面講過 第一個你可以彩排一下 一一油標放這邊 然後把它打個勾 向下填滿 有沒有OK 第二個的話 清楚就是油標一樣放這邊 然後Ctrl Shift向下 Delise掉就OK了 再來我們就把它錄字 所以錄字的方法 不過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在錄 因為這個前面講過 比較簡單 我比較想要講的就是 自己寫VBA 因為錄字聚集 畢竟是過度 以後的話 還是要跳到VBA 你要懂VBA 你才有辦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錄字聚集之後還是 也是VBA 你還是要懂得修改 看得懂裡面的程式才是重點 所以也許我們就是把上個禮拜做過的 再做個複習吧 我們上個禮拜做過什麼呢 上禮拜不外乎就是把那個什麼 這邊再多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把這個公式再幫我丟過來 然後再一個按鈕就是清除 把它清空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其實要怎麼樣把公式直接做輸出 那這邊的話當然我這邊也就是 刮鬍自串底線公式給一個清除 做法呢 我們大概等於是複習上個禮拜做 所以上個禮拜你會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你也會 一 我們先切到VBA 那當然如果你要撰寫VBA的話 第一個動作記得 一定要新增一個模組 反正將來你要寫VBA之前 請注意你不要亂找 有些像這個同學 不知道寫哪裡 然後亂點 這邊擺就寫錯位置 那有時候可以run 有時候又不能run 所以特別重要不能隨便亂寫 記得按右鍵一定要插入一個模組 所以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開VBA之後 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請你記得在這邊撰寫程式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按鈕它本身就是SUB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就直接加一個SUB 那兩個方法 插入程序 SUB 那名稱也許叫什麼呢 一串 也許叫什麼 刮弧字串 反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沒關係 那也許叫什麼 刮弧字串 然後底線也許叫公式好了 OK 好 這樣子 按確定 這邊就出來了 一個SUB 然後名稱叫刮弧字串 後刮 一個刮弧 然後NSUB 那我們的程式就寫在這裡 程式該如何撰寫 第一個一樣 我要把公式幫我丟到這邊來 然後向下全部填滿 那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分兩件 我們之前是先寫一個 然後再加回圈 所以我們也許再來一次 其實Mate的話 寫到哪個儲存格 儲存格一定是Sales 記得一定要加一個S 錢瓜糊跟他講說 我要先放公式到這個儲存格 那就是第二列 的第二欄 那你可以輸入二欄 不過習慣我是寫成這樣 放在B欄裡面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公式 公式記得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你記得就是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 Sales等於空的 這邊後面後瓜 我這邊漏掉 OK 這樣應該沒錯 反正你打錯 它會紅色自打 你要找錯誤就對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那個公式 貼到這邊來 就OK了 不過呢 記得就是說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第一步呢 這個公式裡面 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 請你先變兩個 所以怎麼變兩個呢 但最簡單的方法 以前我是直接逐一個改 但是現在比較聰明 現在直接用 用計時本 然後你就開計時本 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用取代的也許 好處就是第一個比較快 第二個的話一定不會錯 所以把它取代成兩個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那個VBA裡面 它已經用了雙引號 你用在用雙引號 它會無法辨識說 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還是VBA的雙引號 這邊要取消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OK 這樣子就可以輸出了 好那我們把這邊先清空一下 Delete掉 那現在裡面是沒有 那我們把剛剛這個公式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 有過來了 那裡面為什麼是空的呢 因為最後結果也是空的 所以沒有東西 除非說呢 你要把底下的全部完成 那底下的部分要全部完成的話 那接下來呢 就是寫個回圈 所以一 也許你先 如果假設你不會那麼快 把回圈寫出來 你可以先丟一個 丟公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寫個回圈 FOR I 在哪一列 等於第二列 到 第十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OK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底下這一行 搬到 它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做什麼呢 把那個列號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直接改 這邊把它改成I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有二 所以裡面有一個二 兩個二 三個四個 哇 那四個怎麼辦 一樣 我前面講過 這個二的話 你把它變I 你不能直接輸入一個I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什麼 先把這個字串切開來 移到中間 把它串接一個I在裡面 然後串接前後要空白 這邊空白一下 那我講過 其實你可以記一下訣竅 如果你實在是 對這個 還是有點不太能理解 反正你就記住 列號呢 放在在字串裡面 就刷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ter兩個 移到中間在一個I就可以 然後把它分開 這樣OK 底下其實 如果說有很多個的話 其實教會一個方法 因為他們長的都一樣 都是雙引號到雙引號 所以你可以把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一段複製 直接到二的地方把它貼上 蓋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會更快 不然的話有時候列號太多格 你要重做 太花時間了 所以直接把它貼上 OK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OK呢 其實直接拉到這邊 執行一下 OK了 有沒有 那清除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這一串 複製 貼上 我習慣拖拉加坎充鍵 這邊改成清除 這個做法跟前一個範例一模一樣 我只是把這個改成換一個範例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換到別的地方 做法都一模一樣 後面等號後面 就是直接給什麼 給兩個雙以後 這樣就清除了 我們旺一下 清掉了 如果未來你要把它變按鈕的話 插入 這個按鈕 然後拖拉一個 這邊就是指這個 那另外一個的話 我習慣是在附置這個 瓜糊 這樣長的會一樣大 然後按右鍵重新再指定它的清除 好這樣子 清除 瓜糊 自創公式 OK 那以後的話 反正你就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先把重點回覆 一 開啟visual basic 二 就是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就是這一個 按確定 再來就是怎麼樣 輸出某一個 這個公式到儲存格 並且改成回圈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這一套方法 其實未來都會不斷出現 所以請你把它熟悉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 把你之前寫過的任何公式 變成VBA 而且應該是目前 我想得到 應該是最簡便的方法 只是說你要把公式變VBA的話 記得 它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一定要變成取代 最快的方法要用取代 取代成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就是 如果它裡面有列號 for i 等於2 那2的開頭 那個列號要把它變i的話 那一定要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放一個i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那個變數 i這個變數 串在字串裡面 所以剛剛做的動作 其實是把i這個變數 串接到字串裡面 所以這一串 很多東西不好理解 那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把變數放在字串裡面 的意思啦 OK 為什麼這樣做 這規則啦 有時候其實說真的 規則有時候 你就是要把它學會 寫程式裡面 不外乎就是你要熟悉規則 然後很快把規則給做出來 讓這個 電腦可以理解你寫什麼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完成 但如果你有寫錯一個字的話 表示有bug 所以這邊一個字都不能錯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講的這部分 再把公式變成VBA 試試看